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有不少让人觉得有些感动的话语 同时也有一些让人无法认同的说法 根据小马的说法 罗志祥对他的慰问的回复是 好 谢谢兄弟 从回复当中没有看到他的崩溃 反而是觉得他此刻非常平静 当然了 小马也说 罗志祥的语气中肯定有一些沉重 但是并没有达到媒体报道的程度 一切都是能承受 他还说 罗志祥出事以后 他还为他寄信作画了一副 题为悔改 无论如何 这个细节让人看了非常的舒服 至少证明罗志祥患难时 还是有兄弟关怀的 也有记者问他有没有联系凯乐 也表示一下慰问 小马说 他与凯乐没有这么熟 接下来他的这番话让媒体多想了好多 也让网友们非常不爽 小马表示 男未婚 女未嫁 谁有资格去论断他们 未认识凯乐 如果想住一婚 那真的会是不同的角度 还是让他们自己检讨找答案吧 此番话一出呢 立即引来了很多网友的批评 没有结婚 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可以原谅的吗 一定要结婚才能算是道德有问题吗 罗志祥的问题啊 其实已经超越了婚姻 恋爱的范畴 是严重的道德问题 与是否结婚没有关系 从小马的此番话中可以看出 他的价值观呢 是有明显问题的 抬名嘴赵绍康将小竹定为渣男 一向温柔的陈凤馨 也批评了他不道德 甚至连一向不怎么评论娱乐的 沈大佬也出来骂罗志祥是渣男 小马在此时说出这样的话来 真的是讨人嫌 对感情的尊重 对伴侣的尊重等 与是否结婚无关 这是道德的问题 不要打马虎眼 不然会让人非常失望 希望罗志祥喜心革面 宠心做人 也希望他的朋友少放厥词 夺学教训 罗志祥现在事业已经是青黄不接 2020年估计也接不到综艺和电视了 只能说他这算是自己太作了 好好的恋爱不谈 家庭不要 偏偏要选择欺骗周扬青 周扬青确实不是吃素的 很是厉害 毕竟有9年 所以可能不想毁了罗志祥的全部 还是想留不少的面子 再者说 罗志祥这些年可以说是赚够了 比周杰伦赚得还多 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 为什么罗志祥的收入 在近几年能够超过大家喜欢的周杰伦呢 其实很简单 主要都是靠搞笑天赋和综艺感 他参加极限挑战翻红 让大家都忘记以前那些事 其实他的绯闻是非常多的 生活也是比较乱 最开始是和简开的关系非常好 不仅综艺上暧昧 还经常的送名牌包 之后又被拍到穿情侣装 其实蛛丝马迹很多 只是周杨青不知道 然后罗志祥还和严承旭 周杰伦有过较量 他不仅在严承旭还点赞过周杰伦的黑屏 可以说非常小气 不过罗志祥确实生活很奢华 家里非常大 大到可以开卡丁车 然后买的鞋子也是堆满超大间屋子 共有1500多双 为了保护鞋子每天都开空调 可以说是非常奢侈 最近诞生了一个新词 一瓜未凭 一瓜又几 真的是形象地解释了 最近娱乐圈的瓜 多到我们都来不及吃的情况 而这一系列事件的开头呢 就是周杨青发布的 与小猪罗志祥分手的常文 引发了大家的吃瓜情绪 顿时全网沸腾起 查手机的风波 不知道现在有多少男朋友的手机 能幸免于难呢 郑爽在周杨青分手常文下的一条评论 你的九年我心疼 你的文字还爱她 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的确这几日从来不断曝光的内幕 周杨青的小小号的聊天内容来看 在这九年里 这个女生啊 真的是付出了真心于她 众所周知 周杨青是网红 与罗志祥在一起之后 收到了很多的负面评论 网红帮上大明星 资源尚未靠南方 但是先少人知道 这个姑娘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其实周杨青加进殷实 同时呢创办了自己的独立服装品牌 从拍照 修图 到后期产品公关 市场调研 她都是经历轻微 一手操办 并未依靠他人 在经历了超级打扮风波时 她立即道歉 做出了合理的赔偿处理 此后啊 便坚持独立设计 认真的经营 使得品牌的质量口碑不断上升 在收到分手费 没谈拢财 曝光罗志祥的PE时 她能有十足的底气 正面回应 是这九年里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夺得在一段感情里的 公平话语权的最好证明 她曾经在小号里写道 恋爱的两个人 本就会有爱得多的那个人 爱得多付出的就是多 爱得卑微吗 如果是这样 她愿意做得爱得卑微的那一个 可以想见 一个自强的独立女生 写下这句话 是源自多么真具的爱 可恤 扎男不配 辜负这样一个真心人 我觉得站在吃瓜群众之中 我挺这个姑娘 扎男有错 愿你受过伤 流过泪 还有初心 还有爱 可以爱一个正正局的爱的人 爱你在九年的戏之末节 言语行动之间 爱你再一次次原谅 甚至退出 给你最好的祝福之中 爱你也是在努力 成功的配得上你的我自己 依然爱你 过往的美好回忆呢 也都仍然历历在目 甜于心间 只是啊 你犯下的错 却不是好的婚姻 应该有的正确方向 这一次不能再原谅了 今天这段九年的爱情长跑 应该是跑到了终点 也还可以庆幸 这还有终点 但是呢 身处封建时代的女性 确实难以幸免 她们的一生啊 便只能困于一乌四方天 她们的心性 只能寄予一人一辈子 周扬青回应闺蜜爆料 罗志祥再发生 分手事件结束 男女分手啊 本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由于罗志祥 为公众人物 周扬青也是影响力不小的网红 两个人分手的理由 也让人十分震惊 分手之后不断被爆料 所以她们的分手事件 一直都是处于本周的热点 29日上午周扬青发文 关于这件事情 我不想再说任何 我也没有这样的闺蜜 回应了 闺蜜称罗志祥妈妈病重 而且罗志祥疯狂的 向女方求饶的报道 随后呢 罗志祥也在某社交平台上发文 否认了 罗志祥向周扬青称 妈妈重病 向周扬青求情 以及罗志祥妈妈接受访问 称对周扬青不满的传闻 罗志祥表示 我的妈妈身体很好 很健康 没有重病 还有之前 我的妈妈根本就没有接受 任何的媒体访问 也没有发过任何的言语 请不要再攻击我的妈妈了 看到周扬青和罗志祥的回应 网友们也是表示 周扬青所谓的闺蜜 很有可能就是 某一些媒体虚造的虚拟人物 所谓的爆料也是无中生有 网友表示 针对别人的感情 无中生有 也是让人十分气愤的 况且拿男方妈妈的身体 作为谈资 也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周扬青说 关于这件事情 他不想再说任何 可以看出 他并不想让此事 再继续扩大影响 从周扬青发文宣布 与罗志祥分手之后 大众对罗志祥 有一个颠覆性的认识 也是对罗志祥人品 产生怀疑 让人大惊眼镜 很多网友翻出了 罗志祥以前在节目当中的 言语进行解读 罗志祥的口碑 一落千丈 罗志祥与周扬青分手 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不仅让罗志祥 也已生涯 遭到了滑铁炉 更是牵扯出了 很多无辜的人员 很多网友对周扬青 勇敢地揭露了 罗志祥的行为表示支持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 周扬青不该把两个人的过往 放在大众面前讨论 对此 周扬青之前也是回应过 他并不是想毁了罗志祥 也不是要报复他 而是要揭露 罗志祥的所作所为 防止其他的女孩 受到任何的伤害和欺骗 周扬青在发文与罗志祥分手 并且在文中讲述了 罗志祥过往行为之后 罗志祥道歉默认了 自己犯的错 其实周扬青已经达到 自己的目的了 网友认为 之后的罗志祥 受到的损失 也是自作自受 也许这就是罗志祥 所说的承担后果 明星的恋爱 逼普以图动人来说 更是有压力的 况且是一个 真心爱过长达九年的人 周扬青指出了 罗志祥不道德的行为 而罗志祥 无论是作为感情当中的 失德的男方 还是娱乐圈中 失德的明星 已经接受了 自己应有的惩罚 九年感情多多少少 有点温度 周扬青虽然提到了 一些相关人员 但是始终 都没有真正的放出 实质性的料 也没有对罗志祥 造成致命的打击 在舆论热点还未退去 网友们期待 看到更多新闻的时候 周扬青决定不再提及此事 也算是给罗志祥 最后的一点情面 自然罗志祥 在感情方面 确实很渣 但是在处理分手事情上面 罗志祥的做法 却是十分聪明的 在女方官宣分手之后 并爆出 罗志祥的不堪行为 罗志祥没有狡辩和逃避 而是发文默认 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在第一次回应之后 发现事情发酵的比较严重 又发文向周扬青 以及过去伤害过的 女生道歉 本身在大众心目当中的形象 已经受到损害 如果当时周扬青发文之后 罗志祥第一时间 没有默认和道歉 那么不仅仅是有可能 激怒周扬青 还会引起大众的更多反感 反而罗志祥直接承认了 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还能显示出自己仅有的担当 也算是挽回了一丝尊严和体面 众人都渴望温暖美满的感情 当在感情当中受到伤害时 也要学会得放手必须放手 就年的感情也算是争执 所以周扬青才能做到 得扰人处且扰人 也愿罗志祥遭一觉者得一变 经一世者长一智 在教训当中成长 在教训当中成长一智 在教训当中成长一智